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喜乐 我是中华大学的房企业姊妹 我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 我这周在牧养上的经历与摸索 我们在这学期 我有牧养一位家外的姊妹 她每周我都会选一天的时间 就和她有早上变化成心 但是呢 这个姊妹 我也会邀她来校园排来家 主日等等 她算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小羊 但是呢 就在上周的校园排的时候 本来就在一切而非常喜乐的交通中 突然碰了一声 我心埋了水 我就被她从桌上摔到地上 我当下心真的非常痛 我心想完蛋 她一定要凹一个洞了 但是我过去一看 果真她凹了一个洞 所以姊妹看到这件事 马上一直跟我说 对不起对不起 那我内心当时其实 心里已经碎了一地 那我心想说 主啊我要怎么办 我要原谅她吗 还是怎么样 可是但爱与她是姊妹 又是小羊 我知道说 啊 没关系 没关系 没事 但是我内心真的很无法平静 很想 内心就常想她陪我一个 但是觉得好像又不能够这样 那之后过了几天 看到那个水壶 我就会想到那个姊妹 然后就这样到人家台的时间 然后身旁姊妹问我说 你要不要邀她来一起吃饭啊 那我就跟姊妹说 我的心还没有平静 我觉得我会想 我看到她 我就会想到我的水壶 然后我就觉得 就这样到了主日 那姊妹 那个小羊也来了 但是我也不是很想过去接触她 我就很简单的跟她打个招呼 我就过去了 对 但是一周过了 跟她成心的时间又到了 那我这时候我就想说 好吧 该成心还是要成心 我想说 那我就靠着我天然的这个爱 去跟她成心好了 所以就在前一天 我就line跟她说 欸 明天要成心了 但她一直都没有回复我 然后呢 就在周三的早上呢 我先个人有成心的时候呢 就读到遗族所书四章十五节 她说 为在爱里持守者真实 阿们 就对于在一切世上讲到 她就是元首基督里面 然后那个成心未养的第一句 她也说到 今天我们要建造基督的身体 就必须在神的爱里 神爱我们的爱里 所以主要说 我就很受点醒 主啊 我实在是爱这个水壶 比爱你还要生 也比爱这个小羊还要生 主啊 我实在是更需要的操练我主 需要有你的爱 来爱这样的小羊 使我能够带进这个建造 使我不成为这样的拦住 主啊 用这个爱更多的在我身上去充满这个小羊 那我跟主我这样祷告完之后 我的心也畅快了 那我再跟这个小羊 小羊也马上回来了 就是在成心的前一分钟也就回复我说 那我可以 那这样的成心也非常的甜美 感谢主给我这样的精力 给我这样的点醒 阿们 我是东华大学拉伊林姊妹 阿们 我们一起结束三十七章五节 说到主耶和华对这些海谷如此说 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 你们就要活聊 有感觉中二说到生命与死亡的分别 我们经常就像这枯干的海谷 满了死亡和崩溃 我们肢体与肢体之间常常是分离的 但当我们一转回向主的时候 有主的生命 我们就又可以借着他的生命活过来 并结合一起成为极大的军队 就有一个特别的心地 有一天我与两位姊妹们要一起订午餐 然后有一个姊妹负责打电话 有个姊妹就是没有做什么 但是我就是下课后负责去取餐 后来我们发现那家店家没有开 我们就决定各自要 各自解决这个午餐 但有一位姊妹就是 呃那个时候在房间里休息 不知道这个消息 我就请那个订餐的姊妹去提醒那个 另外那个姊妹 但那个姊妹很不喜欢叫人家起床 然后她就不是那么的愿意去提醒她 那我当下也知道这个姊妹的不喜欢 但是我就有个感觉觉得 欸她也是姊妹就叫她姊妹啊 为什么你就不去提醒一下也没有很困难 然后然后而且为什么一定要这么简单的事情要等到我回去再处理呢 然后可能就会使那个姊妹错过了吃饭的时间之类的 我就主就给我光照我里面的感觉 就说到这件事上我没有生命 而是蛮有死亡的感觉 我可能觉得那位姊妹很分离 是一个分离的肢体 当我凭着我自己的感觉 去与姊妹们相处的时候 我可能也与姊妹们分离了 也与那位姊妹分离了 我就立刻向主认罪并转向主 感谢主不让我们只停留在海谷死亡的光景里 主让我不再有这个定罪的感觉 而是满有生命和爱的感觉 为着这个姊妹的说服 我感谢主 用我们都一同精力靠着主由死亡转入生命 使身体的建造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 有归于神的旨意 阿们我是联想的姊妹 阿们在尼弟兄的书号中有说到要如何持定元首 那持定元首有两个方面 第一就是要承认他是元首 阿们 第二是不仅要承认 更要绝对的服从 顺服于他 阿们 那我们在灵力与他连结的时候 就能够经历他 他来做我们的顺服 阿们 我摸着的就是这个顺服 因为我承认基督是头 而且我在许多的世上都不顺服他 那在周四的曾经圣言就说到 基督是元首 他在我们身上有主权 阿们 在大小事上都该让他做主 但是我在生活中常常都是大事不想交给他 小事不想麻烦他 因此在这个诚心为雅都说到 我们在生活中没有考虑让基督做主 阿们 快来到深言聚会的时候就 要深言时就感到为难了 阿们 非常地提醒我 因为这正是我的光景 阿们 阿们 后来就到星期四的半夜我睡睡醒醒醒醒来 发现我又发烧了 然后又开始 开始 后来开始上吐下线 然后在清晨的时候去慈祭挂急证 然后这个时候我才认真的转告主的面前 求主光照我 问主为什么会让我经历这些 阿们 后来检查的报告也是一切正常 阿们 医生说我的症状不像肠胃炎也不像流感 那更不像肺炎 所以这是一个不明的原因 所以我自己心里知道这个是主的手在动工 阿们 那后来妈妈打电话和我祷告 阿们 那在这个祷告的过程中我才蒙主的光照 是一个非常不顺服的人 阿们 常常和主抱怨我身旁的人事物 不顺服主所给我的环境 那因为在这个肉体里面的抱怨 使我不能够在基督的爱里持守着真实 阿们 会能够在一切事上长到元首基督里面 所以向主认罪悔改 求主我心中的悖逆 阿们 求主使我的抱怨能够变赞美 阿们 这个提醒我顺服的功课是天天都要经历的 阿们 每天的生活中 大事小事都要顺服在主的元首之下 阿 阿 求主赐给我转的能力 阿 叫我能够在灵里否认其 阿 所以我里面有这个顺服的生命 阿 经历他赴我的顺服 阿 阿 我们在一切事上长到元首基督里面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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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